今天馬政府最大的問題就是 輕重緩急都分不清楚 才會搞得天怒人怨 裡外不是人 1月14號才高票當選 51%的得票度 然後呢 100天之後是15%的支持度 為什麼這個樣子 馬政府跟陳衝內閣要好好的去思考 苦民所苦疾民所疾 我的意思是說 12年國教跟相關的配套這麼重要 不是今天政策才宣布 那有差這一兩個禮拜嗎 就說政府要去溝通 跨部會之間要溝通跟在野黨要溝通 跟社會要溝通 這個事情如果可以用招委這樣子排 明明就大家知道另外一個招委有提案 我也有連署啊 然後只是因為行政院的一些程序上 還有因為可能政黨協商上 如果大家都要這樣子 用技術性程序性的東西來處理法案 那我認為今天的這些解凍案 蔣部長 我們也可以一直拖啊 都不要解凍啊 你們也很難做事嘛 我說 就是說大家有一些互信的基礎 讓這個可以喔 讓林淑芬立委所領銜提案的這個 法案可以併同來審查 真的啦 那個 我們再讀一段經好了啦 這個 這個 物有本末 事有忠實啊 知其先後啊 則盡道矣啊 如果 輕重緩急分不清楚喔 我們在這裡浪費時間啊 那如果招委都可以這個樣子 大概都不經過 齁 內部外部的更廣泛的溝通喔 這個今天大家在這裡 還是耗時間喔 那我是跟大家講齁 我在總職訊有諮詢 陳聰院長耶 我問他什麼時候提出總職 他說520之前嘛齁 現在昨天提出來了 兩個禮拜左右 這個也符合過去的憲政官吏 包括游錫坤院長的時候 現在問題是我們在這個過程 當然你可以講一切都合服法律程序 有沒有正當性 在這個過渡期間喔 我跟大家講一個現象耶 現在有一些部會首長不來立法院備詢喔 是用什麼理由你知道嗎 是用說現在已經總職了耶 意思是說下一任還不一定是他 其中那個財政 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的主記長 財政部長齁 這個 主記長 老委會主委等等 那我想蔣部長比較有信心啦 齁 所以認為政策可以跨越520齁 但是我跟你說啦 計畫趕不上變化 變化趕不上齁 馬總統的一句話 正所遂就是這樣啊 齁 我意思是說 適緩則緣齁 齁 我們這個 趙偉齁齁 齁 你那個 會過啊 這個會期現在應闖齁 也不會在六月中之前過嘛 啊 我們說齁 這個齁 晚上吃西瓜 半天的環境 太快的東西就消化不良啦 所以齁 大家齁 稍微折衝一下 所以我建議齁 這個真的是病童齁 齁 當中又處理掉齁 不然這一定是最後一併討論嘛 這社會 越多的意見 齁 大家越來整合 齁 給我們 這個運動家出身的趙偉齁 一個良心的建議 齁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